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才认识一位女性时 只要看入眼 他们都不会排斥你 若非常入眼 或多或少还会喜欢你 哪怕你们之间尚未有交集 这种喜欢和了解后的喜欢不太一样 他更像是看到一朵符合自己审美的花 从而有些喜欢之情 此刻他来撩你 夸你美 赞你好 倾诉忠常 表达爱意 基本都是性吸引瞎的趋势 问题就出在这里 女人很容易把男人的欲望理解成爱情 想睡你不一定是一种龌龊的思想 大多数爱情的前身就是源于性欲的指引 只不过这一阶段没有被公开 以至于女性都认为你们开始于爱情 不是的 最最初的开始是性 这是一种信号让它靠近你 靠近之后彼此接触 了解 互动 这个阶段才是爱情的萌芽期 虽然知道了性趋势客观存在 但男女也不要去挑明这一点 这个阶段应该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 一见钟情大多数都源于见色起义 我们都知道 可以说出来 哪怕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也变了几分味道 这跟我们在感情里的传统认知 习惯 流程有关系 很多女性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才认识一个男人时还不熟悉 但对方三言两语就能扯上性话题 让女人非常反感 本质上不太可能是反感性 而是反感你这个人 没有性趋势让他产生信号 去接受你的性话题 追其根源就是没有看上你 而男人为什么要频繁扯到性话题呢 其一 此刻他与女性接触的目的中 性的权重大于爱 这个权重可能是他非常在意性 想要试探一下 你是否是同道中人 免得在一起后不合适 起初 性相较于爱占了上风 还算合理 性不需要时间去发酵 但爱却需要在相处中萌芽 这是节奏决定的 其二 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生理冲动 而此刻的你 更像是一个容纳他性欲的容器 因而与你撩骚 男人却接见一个女人 源于很多目的 他需要一个老婆来结婚 他有幸运要释放 他想正儿八经的恋爱 他太孤单 男女之间的矛盾与误会在于 目的未曾统一 目的是睡女人 但直接说 对方不见得愿意 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就得伪装目的 于是以爱之名的谎言诞生了 我个人特别瞧不起 用爱情去骗取女人身体的男人 跟他妈废物一样 但凡有点能耐的男人 银行卡一辆 车子一开 手表一戴 不是没有对口的女性主动上门 直接靠实力就能把这事办了 但你是废物啊 只能用那一套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二 男人高攀 vs女人高攀 我们所遇见的另一半 不一定恰恰与自己旗鼓相当 也不一定非要找一个 旗鼓相当的伴侣 男人娶了一个 比自己厉害很多的老婆 女人嫁了一个 比自己成功很多的丈夫 在现实中都算常态了 男人高攀和女人高攀 还是不太一样 在开始阶段 女人去高攀男人 比男人去高攀女人更容易 这是两性的心理和习惯决定的 在婚恋市场里 男人找一个不如自己的老婆很正常 但女人不一定愿意找一个不如自己的老公 月薪三千的女人 也有可能找到一个开宝马的男人 但一个月入三千的男人 想要找到一个开宝马的女人 会比前者更难 从初期来讲 女人更能吃到高攀的红利 但关系成立之后 红利就开始转风向了 一个成功的男人 抛弃不如自己的妻子 比成功的女人 抛弃不如自己的丈夫 概率更高 虽然在前期 女人凭着红利的优势 更容易高攀到这个男人 但后期的稳定系数是不高的 这同样取决于两性的心理和习惯 对于换掉配偶这种事 男人的接受度比女人高 因为社会对于离婚男 比离婚女更宽容一些 他们的包袱更少 导致顾忌更少 与此同时 再强的女人 若在婚姻关系里做了母亲 母性的特质 决定了她要换掉孩子的爸爸 没有男人想要换掉孩子的妈妈 那么干脆 不是父爱母爱有高低之分 而是他们的特质有些差异 母爱的折射面 导致女人想要甩掉丈夫时 比男人想要甩掉妻子时 更容易妥协于 不看僧面看佛面 这个佛就是孩子 男人也很爱自己的亲生骨肉 他可以为了孩子本身 而妥协很多 但不一定要包括孩子的母亲 男人高攀不成功就罢了 但只要能高攀上优秀的妻子 那他的地位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稳定的 至少比高攀男人的女人 要稳定 三 以爱情去定义对方的价值 愚昧又可笑 选择最爱自己的男人 是很多女性的心里话 但不一定是聪明女人的选择 我在26岁遇到一个 很爱很爱我的男人 身边所有朋友都觉得 我要不跟他结婚 简直是天理难容 可最后我却避之不及 他的爱是真的 但只是爱就够了嘛 有一种关系是令人痛苦的 除了他的爱之外 其他的你都不接受 认同 欣赏 想放弃 但有爱在中间拦着你 诱惑着你 让你痛苦又为难 不放弃吧 其他那些你不接受 认同 欣赏的领域 不断跳出来挑战你的底线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 写过一句话 被一个怎样的人爱着 比爱本身更值得追求 说个闺蜜的事 她也遇见过 非常爱自己的男人 但最终 选择了一个 比较爱自己的男人 过得比跟最爱的男人 在一起时 还要幸福 最爱她的人 不是最懂她的人 就算抱着一颗诚意 满满的心送给她 也送不到心坎去 闺蜜想要被理解 但以她的双伤 想破脑袋 用尽全力都不知道 如何才能学着 去理解一个人 她的眼力劲 分析力 判断力 以及感知 都不够足以完成这一点 她是爱呀 真真的 可体验感就一定会好吗 闺蜜最终选择的 那个男人 仅从爱情的浓郁度来讲 没有前任身 可她睿智 成熟 又有同理心 所以这份感情的体验 比之前那份浓郁的最爱 更让人幸福 与此同时 现任是一个擅长付出的人 虽然爱要少一些 可人家付出三分 就有前任付出十分那么多 最终的幸福感 有高低之分 是源于这两个男人 有高低之分 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个家庭一定是彼此相爱的 为了幸而去追求你 而去接近你的男人 是不值得你去托付终身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合天 MIA黄 吴玉霞 王子方 戴宇 Kyo Yee NG惠敏 君君 周美美 Clara Yip 书音 李建安 天应数位文书处理中心 林建真 Ong Danny Jolene Hong 韩韵 Shul 林建真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小悠 私信交流啊 期待与你相遇 昨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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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